好,我们在运行之后呢 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 鼠标会隐藏,鼠标会看不到 有的时候我们会需要让这个鼠标显示出来 比如说我们需要点击什么按钮啊 点击一些物品啊等等 如何显示鼠标呢 我们来到这个人物的蓝图这个地方 在事件开始运行的后面我们加一个东西 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叫做show mouse cursor 显示鼠标的图标 显示鼠标的这个光标 好,设置 将它勾选起来 就是只要当我们这个人物出现 我们的鼠标就会显示出来 但是这个目标应该是什么呢 叫做玩家控制器 好,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来呢 玩家控制器控制了键盘、鼠标、屏幕等等这些 我们在空码处点右键 获取玩家控制器 获取玩家控制器 或者利用英文来搜索 get player controller 将玩家、零号玩家的控制器给他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显示鼠标的光标了 好,可以看到现在鼠标的光标可以自由活动 你也可以用来点击等等 或者是拾取物品等等